我工资卡我不可能要递你 这不才是实话吗 你得没处的呢 现在就弹这工资卡上了 那等下跑了 我走了三二找他去 他不跟你一起 对 你三二找去 山海自有归期 风雨自有相逢 大姐的一句话 算是把两人的缘分给输得精光 一见面就问大哥要工资卡 就算咱大哥在老是在好骗 那也指定不会犯这个错啊 我妈那会儿去坐车 就是那个那样不都出租车吗 谁知道什么叫结尾也是咋 是瞻眼不明的那套事 我来说开得太快了 追尾 追尾呢 就是前车后备车 什么追尾哦 听他说的 当场就没个老太太 还有一个男的 你就是缝和缝和 钉吃鲜药打鲜针 完了你现在还活呢 活挺好的 完了就他特别严重 就当时借着电话着 疯了 现在是消息声 脑袋都空白了 真的 他死之后我就吃不少苦 我自个儿纵好年地呢 哪类哪块儿 你都得这个想到 你还得做到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咱大姐也是黄莲树上挂胡的 一个更比一个苦 丈夫兴冲冲地回家 看望老母亲 别以为自己带着礼物 看丈夫娘 人家能打心里开心 觉得女婿争气 没想到半路上 却被言万言拦了道啊 师父是幸运的死里逃生 但显然幸运女神 并没有眷顾大哥呀 你好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大姐同时闪亮登场 大姐是觉得人家演员不错 不过性格脾气啥的 还得接触才知道 男追女阁坐山 女追男阁曾杀 最难的一关是给过了 没想到大哥这头 却出了毛病 直言无论是个头还是长相 从上到下从里 到内那是都没看上人家 不过八字还没一撇呢 咱可不能往下定了啊 来 坐近点啊 这就 这就够近的了 来 带我这么点 我介绍 介绍我自己 你先说 你是有限 你先说 你先说吧 你先说 你说完我再说 姓秦 明良 1955年生 一米七三 体重140 父母不在了 兄弟只七个 现在剩三个了 剩我二姐 我还有我妹妹 你说得这么详细呢 那你家庭成员嘛 孩子已经都出去了 都自己担过呢 都不错 就考虑一下个人的问题 人老婆终究得有伙伴 就这么个想法 真是老奶奶钻被窝 给爷整笑了啊 这么说 倒好一手 就彻底停不下来了 就瞅着嘴里蹦出来的话 咱大哥这咋跟未关警察局里 带着手铐 脚铐 审犯人似的啊 小到身高体 重大到一家几口 东扯西扯的 这嘴巴就跟开了炸的水库 指都止不住 别人上台相亲 都是紧张的直哆嗦 咱大哥还真是游刃有余啊 孩子都结婚了 没有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我儿子也没结婚呢 他就谁到了 也不是自己没 不到老师不问 从来不问 他儿子没结婚呢 你儿子别人也没结婚呢 那我是女方 他是男方 我不得上他家生活去吗 跟他不是 他也不上我家来 就是我就是怕他有负担 从你那个表叔来看 你对我有些地方呢 还不是太认可 那你儿子以后结婚啥的 你是不是得给他买房子 也车什么 房子不用 车啥的呢 车不用 那都预备好了 不是 我已经把钱都给他了 他自己去安排 现在都已经安排好了 就是 他那他就他在他自己了 我那都打得好了 都完事了 我该给他这钱都给他了 所以说我对孩子一块 包括姑娘 我给姑娘33万 我给她32万 该负担的都负担了 该负担我都负担了 我觉得不太 没事 我说了 我觉得不太合适 觉得朋友处了 难见是一个朋友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咱大哥自己有个儿子 没有结婚成家 不过这车房啥的钱 都已经交代好了 自己就是没有任何负担 但是一听到大姐家还有玩的 而且这事情还没有个盼头 也是胡同的感触 实来直去 直言以后 结婚压力太大 两人只适合做朋友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最后还是败给现实了 我们唱戏到现在 这不也好几个月了吗 中间身边人 没有给你介绍的吗 有 我也没看 闹听 这么说 怎么闹听咋的了 啥意思 现在局长人 他有伙伙没了钱吗 咱家情况也不特别太好 这么说 怕那个找老伙说 对方得管我要钱 对啊 我没有这条件 对啊 我一要求不高 颜色你好就行 但一个呢 有一个有老板 没老板我就不能找 没有啥意思了吧 没老板不能找 不能找 他有老板 你有老板 他不俩人生 我还能好一点 你觉得单靠你的 如果退休金俩人可能不够 你多少钱每个月 我三千六块钱 三千六块钱 一看咱大哥的面相 就不能看出来 是个他是肯干的老实人 自己铁树开花 再逢一吹 就是想找个他 是过日子 别一言不合 就想没收工资卡 之所以前后有没人介绍 大哥都置之不理 咱看就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啊 指定是人才两空 被女人伤害过啊 十年磨一剑 就看这次能否成功脱胆了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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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坐 坐 坐那儿 请坐 坐坐 丑有七十岁 你就是八孩子 丑得特老实 特老实 对 特老 长样身高我不挑 就是没有演员 你想咋样呢 一人五个方面都可以 一直丑这样 所以说咋一说一啥意思呢 就跟咱家的情况 和他的情况就完了 有没啥复杂的 就这么说 没啥就说了 我这也不会说啥 就实话了 得了解了解一下子 对 得了解这样的事 那有啥呀 这熟的性格真是 心里咔嚓呀 是不是能让 他有慢性的 有快性的 这么说 真是土地妙的一天窟窿 不妙啊 上次大姐跟人家看对眼了 可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这次咱大姐却直呼演员没看上 那这次岂不是比上次还糟糕啊 不是 现在你公职多点 看多点 我没有公职 我就是自个儿教你的社保 哦 社保不一定开的 嗯 一个月开 现在一千三百来多钱嘛那样 哦 主啊 上来就这么直接呀 不是 那你有啥说啥呗 家有啥复杂的 没啥复杂 没啥复杂 嗯 有啥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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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说的没关系 但主性格就是 我性格极了 我性格极了 不像磨磨叽叽的 我这不是男人 挺好 主就是四个人 就是不管咋的 有话支持我 对 说话唠嗑啥都挺了哈 挺实在的这个人 不是那么话说流说的吧 就是挺直 挺直 他有点急 你觉得有点情况 他急 我也比较急 我要干这活特别急 我也急 不限于说的 慢存的 你说话必须得慢的 说要不然你别人 就是表达不明 也不那种事 他急是急 急不要紧的 我要是跟他 要是能出名为他那个急 我能把他治过的 该急的时候你急 不该急的时候不能急 山中水富一无路 柳阿花明又一村 咱看这事情有转机啊 从两人的一顿聊天中 大姐也是对人家的印象 有所改观 食言大哥 他是肯干 是个过热死的人 一看就不会偷偷 存钱去泡脚按摩推背 性子急自个 也能给人家治好了 咱听的也是司马懿福祝格 甘拜下风啊 你今天多大岁是说 六十宝 基本反正是我家 我这些股票没啥负责 就这么说 就一个孩子 结婚了已经 那你也是有事宝啊 我退休的 退休一块多少钱呢 三千六块钱 不够 够生活就行呗 你抽烟不得 不抽 不让不会有 挺好 挺好 嗯 我也不抽烟 我不喜欢抽烟的 嗯 我不让不会有 我也不好这个 打麻将吗 麻将不打 我夏天干点活 有时候冬天也干 那你能说还有地啊 我不能春天 本世界才 那你干啥活打工啊 我原先有冬天的时候打工的 我有时候修车的 挺好 行 修车不在那儿敲钱吗 对 完了工资不省了吗 我也是 呆妈是进行早点活干 呆不住了 呆不住 我就呆不住 那你看 你看动作又一样 不动作又一样 总躺着就不 那就不是好事 不行 说个医生 我里面还挺合的 挺麻烦的 总躺着 冒着就躺着病了 没病就躺着病了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得很啊 咱大哥烟酒不蘸麻将 更是从没打过 这么大的年龄了 还真是没一点乐趣啊 闲的时候也不会打牌喝酒扎堆 人家不是在打工的地方 就是在打工的路上 这一通了解下来 咱大哥完全是个 过日子的好男人呀 这样是的好男人 可真是不夺见啊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他说没结婚 发现我鼓掌 这么说话的 他肯定是鼓掌 但是姨说了 儿子查到准备好了 没调心 就是 那倒是有一把事 关键呢 你自己的儿子是 你现在有的事呢 能帮忙有的帮忙 没有 帮不了忙 反正咱也不能想想 什么事 是不是说 那就是看处上 你现在 大事 对 要么处一阶段也行 但是吧 我得跟他这么说 我跟他处一阶段 我就是 我先问问他 你能不能给我啥保障 我不要钱就不要钱 但是我得有安全感 达不到我的安全感 那我就不能跟他处 你觉得那只安全感是啥 安全感嘛 没想到大哥 那就是他的工资 那就是他的工资 就是我那什么 以后就是我俩走到一起 比如说 走到一起那得我滚 都得交给我 他的工资卡必须得交给我 他要不交给我 那我就不能跟他拿 我不要钱就不要钱 但是我得有安全感 你觉得那只安全感是啥 真是唱戏的唐颜赖 可歌可泣 咱大哥一听到大姐的孩子没结婚 想到以后的车房和娶媳妇生孩子 这哪一个不得几十万打底啊 没想到大哥听了是一点都不在意 职言有忙就吧 夫妻手牵手 并肩一起走 倒是大姐却是职言 必须要把大哥的工资上交 就是打心底的想要一份保障 孩儿就是咋子 到一起了以后就是工资吧 也拿点把俩人生活费吧 就到老了一到老 白头到老了拿走 就这么意思 那你没别人要用 现在 你是那么想的 那你咋想的 我跟你想话不一样 那你说可以说 那没关系 我先我的工资吧 就是我就是存着先长着 留以后就是有什么急用啥的呢 咱俩有急用的时候比如说 这也可以用 没关系 然后你就花他的工资为生活费 那都没事 但是吧 就是你的工资卡 就比如说咱俩是走到一起了 你的工资卡必须得交到我 我保管 那你能不能说一块 那是以后处理事了 处理就看吧 这工资本这个问题 你跟谁也联定一见面 你就谈工资本以后 能不能放我这 不是说工资本就放到你这块 但是最起码有句话就行 你的意思是 他一开始的态度就是犹豫的 对啊 他不干脆 不是说非得交到我这块 你有句话 我也高兴啊 心里也踏实了 我也能给你处一处 但是 你有那个 有嘴巴舍的 人会说好听话的 可不顺着你说 那你看你做事办事啊 你这不就从实际去看出来吗 录制到实际上 他不就是犹豫了吗 不那么干脆 他态度不是那么坚决的 他又说行 工作法搁到你那块 那我就跟他处一处呗 我也没说真要 就是一句话的问题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一听到自己的钱得全部上交 大哥还没觉得心里头不乐意呢 大姐倒是先不舒服了 直言大哥的回答太犹豫 觉得人家的态度不坚决 真是叫哑巴唱歌 抢人所难啊 这个 郑林说 我是该买啥吃的买啥吃的 我供卡不能递你 我不可能 就是这样 就这么情况 就这么情况 我觉得卡我要放别人手里 我心里也没有安全感 对啊 觉得这样 我供卡 我不可能递你 这不才是实话吗 你得没处处呢 现在就躺着公司卡上了 那等下跑了 我走了上二找他的 怕不跟你一起 对啊 你上二找一下 所以说咋的意思是 以后就是坐到一块去了公司卡 也是不会给这个 那个 那又一码事了 看出了啥感情 就这么说 那就次要问题 刚才姨姨也说了 就是只是要一个态度 要个态度 那我也没有别的态度 我也说那也没毛病 那是不正常吗 那你过于这段以后 看有没有感觉 他感觉还行 还行公司卡丁 这不是实话吗 你刚接受 那说那些话吗 那就不处了 我不觉得可惜啊 就是一句话 你不要好啊 那没关系 你爸 你爸端从今天的缘分了啊 没事 没关系 那没关系 挺失落的啊 啊 你还小时候挺失落的啊 没关系 拜拜 拜拜 最后也是相亲失败 遗憾退场 大姐想要生活的保障 大哥又何尝不想要安全啊 万一自己把公司卡交给人家了 趁着晚上黑灯瞎火一个不注意 那岂不是钱财两贡啊 自己还上哪去喊冤啊 只要感情好啥事都好说 毕竟大姐一见面 就要求上交公司 和谁心里谁不好受啊 何况咱大哥也是在你人手里吃过亏 山海自有归期 风雨自有相逢